如何在没有受到极大苦难或身心 安乐时发起很久深厚的补迪心和出离心 还是你就老化了 不要固定化你的生活 你应该去接那个人家不想接的case 去做那个人家不想做的 人家都已经睡觉了 你还去帮忙发心去洗厕所 而且还偷偷去洗 那才好 不必经过人家的理解 你就去做 这样子我也没得好处 别人也不知道 对呀就是要别人不知道 你要得什么好处 这就是在改变你自己 这样就要痛苦了 找苦吃 怎么没极大痛苦 就痛苦 因为上课的时候 你就坐在那里想打瞌睡 是不是痛苦 难受 借累 那就要去面对 那安乐的时候 你要这样想 我没得什么利益 我安乐些什么 不要太浅盘子 要深化一点自己的思想 是这个意思